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第十週年 同步推出另外三款不同口味的產品 配合原有的五種口味 甜酸苦辣鹹 五種口味 雞蛋仔和鴨餅同步都會出現 剛才有些嘉賓來吃過 激讚辣肉腸雞蛋仔很好吃 另外還有巧克力和草莓 都是配搭我們五味人生的口味 希望未來十週年後 推出草莓大家 原味是草莓 是草莓的 但原素是放在鼻粉 即食品 混合合物品 大家看到賣的就是 有啤色粉 和白色的東西 我們來找一個原素 專門用草莓的草莓 就是草莓的草莓 但當然不太簡單 如果這樣加草莓的草莓 口感不太簡單 我們去到草莓和樹莓 然後把草莓的草莓加上 加上蘑菇 來用到想 State的食品 加上蘑菇 然後巧克力會點進去 蘑菇 然後先加上蘑菇 然後變成酒 入口感 醉莓 醉莓 至於辣肉腸 我們只想 毫無 不知為何應該能行 哈哈哈哈哈 回頭我想要做辣是做芥末 但我肯出來就這樣 我後來就 咦? 我可以看到 是小事看到有辣 那就可以試試看 那是芥末 我們雞蛋仔 我們就按了黑胡椒 來看什麼 那格仔餅 我們就當了這個芥末 這個芥末是我們做這個 這個芥末的芥末 這個芥末不會太辣 但就按照那個芥末 所以客人可以看見 所以其實全部都是好吃的 那是… 我記得吃到這個芥末 那麼多芥末 這樣可以說 我會不會太平淡 那會不會太平淡 我會不會太平淡